新竹市政府第一次举办的2024新竹市竹签杯街舞大赛最终的赛事 10月13号在新竹市演艺厅举行 来自各地的102支队伍火热开战 除了有让人热血沸腾的B-Boy舞对舞的公开赛 还有争取代表台湾前往法国参加WIBA国际大赛门票的资格选拔赛 在许多街舞爱好者的关注之下 最终由City Boys夺下了参加WIBA国际大赛的门票 能够在法国阿朗森为我国争光 围棋三天的赛事包含我们邀请儿童舞团的一个邀请赛 还有我们的B-Boy舞对舞的竞赛 以及我们Festyle三对三 还有最重要今天的重头戏 我们Webar国际世界街舞大赛的资格赛 也在我们新竹来举行 那今天获奖的队伍将会代表我们台湾远赴法国 来去进行相关的世界比赛 也期待他们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为我们舞出家机 舞出冠军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也非常感谢 非常多年轻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围棋三天的比赛 也在我们的周遭来设立相关的摊位 来让他们有相关的一个手工艺文创 甚至是一些文化传播的一个摊位 能够让我们的整个活动更加的全面性 多元性适合合家来观赏 那支持我们年轻人的活动 支持我们多元文化的传播 是新竹市政府一直努力跟自律的方向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新竹可以舞出青春 舞出未来舞出他们的幸福 让新竹市成为真正一个年轻并且幸福的城市 这次的活动参赛队伍总共有102队 最远来自于韩国 显见逐倩碑街舞大赛不只是舞蹈的竞赛 更是街舞文化的国际交流盛宴 也是让全国青少年彼此交流 共同进步的舞台 在众多民众的支持之下 市政府后续也将会持续的投入资源 来支持街舞的发展 记者简淑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